在城市的脉洞中 一座被誉为绝对安全的豪华高层公寓综合体处理着 其四周被高墙包围 把安息制巡逻每一个出入口和设施的使用 都需通过专属门禁凯验证 对于那些独居的女性来说 这样的环境似乎提供了足够的安全保障 但在2024年4月5日的午夜前 一位归途的女性是让我们见证了过渡信任安全设施 可能带来的悲剧 班纳帕特一位不仅容貌出众 还拥有独立事业的女性 她通过网络销售自己的产品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她的生活中充满了奢华的小物 比如名牌手提包 昂贵的珠宝和时髦的服装 在那个晚上11点40分 她开车回到自己位于10楼的公寓 她一边紧握着手提箱的手柄 一边戴着耳机与朋友通话 分享旅途的点滴 计划下一次的详举 她急切地期待着结束这通电话后 洗个热水澡 然后躺到温暖的床上 但当她的钥匙发出叮当声 开启了自己的公寓门时 一切都改变了 原本温馨的湖畔公寓 拥有游泳池和健身中心 为她提供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心感 尤其是对于一个时刻 提防的社区频繁发生的盗窃 和抢劫案件的独均匀性来说 这种安全感是至关重要的 但谁也没有想到 接下来会上演一幕讽刺的悲剧 电话中的朋友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 险接着是一片死寂 宁馆她试图多次回播 但都无法重新联系上安娜·帕特 感到事态严重 她决定联络另一位共同的朋友本尼 两人一同前往公寓调查 凌晨一点 他们抵达公寓 经过一番与保安的交涉后 终于获准进入 当他们来到位于10楼的安娜·帕特的公寓时 内心的保安变成了现实 门被保安打开的瞬间 一片混乱的景象展现在眼前 抽屉被翻动 衣物和个人物品散落一地 满庐遭到洗劫 但最让人心碎了是 安娜·帕特倒窝在许波之中 生命已经消失 点击服务电话被立即拨打 而阿产能把警察局的警察迅速响应 封锁了现场并开始调查 除故检查安娜·帕特的遗体 揭示了她脖子 脸及手臂上的多处刺伤 其中一些是明显的防御症 这些发现与她生前的挣扎紧密相关 据推测她的死亡时间 约在警方到达现场前的两小时 与朋友听到她尖叫的时间一致 进一步的法医分析指出 致命伤口位于她的颈部 可能是颈动脉被割断 导致了大量血液流失 那那绝望的一刻 她的身体充满了肾上腺素 心脏急速跳动 加速了血液的流失 她可能在几秒内就失去了一世 被经历过长时间的痛苦 警方需要找出这一残忍行为的凶手 现场的初步调查案是 可能是一起抢劫案 但仔细分析后发现 这可能是一个精心涉及的掩饰 目的是隐藏背后更深的动机 询问受害者的朋友们 试图了解是否有人对安娜怀有敌意 她是否负债 或其他可能导致被害的情况 尽管如此 她的朋友们坚称 她们不知道有人对她怀有恶意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在阳台发现了一串血迹 似乎表明入侵者可能从此处逃离 这种逃离方式 需要极大的身体力量和技巧 考虑到公寓楼层间的巨大间隙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警方转向审查监控录像 希望至少能在一个设想头上 捕捉到犯罪嫌疑人的深意 然而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似乎凶手就这样消失了 然而令人惊讶地发现 出现在泳池甲板的检查中 侦探们找到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蓝色的裤 这可能属于袭击者 这关键的证物被迅速送往实验室 分析表明嫌疑人很可能是一名身材 介于中等至高达之间的男性 但真正的转机出现在阳台的检查中 微弱的血迹向上延伸 指引着侦探们向错误的方向追查 能来凶手并未选择逃离现场 而是以一种对常人急剧挑战的方式攀上了楼层 这一发现促使警方立即对上层进行搜寻 首先是受害者公寓楼上的11楼 那里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破霉而入的迹象 调查继而推进至12楼 当警方敲响门铃宣告身份时 一对看似夫妇的男女开门迎接 两名警员立即察觉男子脸部及手部的新鲜伤痕 并先兆不宣 离他们当即要求男女二人配合调查 因此自称吉拉特32岁 担任曼谷皇家泰军总部中卫 他见称半发当晚议员在家 忙于准备未来一周的工作 没有听到任何异响 对于脸部的伤痕 他的解释是与女友发生争执所致 而更多的问题使他显得防备 然而他女友的陈述与此截然不同 这表示4月7日凌晨1点55分 回家时男友正在洗衣打澡 这让他感到奇怪 他否认争吵升级为肢体冲突 并透露男友有赌博问题 且曾向他借款为过 当警方向其展示 那条血迹斑斑蓝色短裤的照片是 他立刻认出了他们 并说他们看起来像是属于男友的 等着强有力的动机 和可能的嫌疑人的确定 警方继续调查 在观看监控录像的过程中 一幕画面牢牢抓住了侦探们的眼球 4月5日上午10时23分 安娜帕特正从他的公寓处罚 整脱绿色行李箱 犯罪心理专家推测 吉拉特或许目击了这一细节 同而计划在他外出期间潜入刑警 但他未曾预料到的是 安娜帕特的返家速度之快 事实上他在一日归来 而他的计划完全被打乱 吉拉特以为能趁他不再把房间洗劫一空 却没料到他竟留下了未锁的阳台门 为他开启了犯罪的大门 4月6日晚上11时40分左右 安娜帕特被目击驾车归家 并在午夜前后步入公寓 安娜帕特踏入公寓的那一刻 手机传来彭露的声音 却没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悲剧 特拉特如影鬼鬼 等待着他的放松警惕 随后发动攻击 他手起刀落凶狠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虽奋力反抗 但在力量和准备上都远逊于凶手 几乎无力回填 顶方逮捕吉拉特后 立即获取搜查令 对他的公寓进行了彻底搜查 通过审查当晚的监控录像 可以看到吉拉特在犯下谋杀后 在公寓外丢弃垃圾和其他物品 不过他在一瞬间停下注视了监控摄像头一眼 对于一个住在公寓里 无数次落关那台摄像头的人来说 这种行为显得异常 在吉拉特的公寓里 侦探们发现了他们认为的确凿证据 将他与当晚安娜·帕特的抢劫和谋杀案联系起来 他们在一个巧克力小人的嘴里 发现了属于受害者的珠宝 而他们也很快找到了可能的凶器 它带有血迹的蓝色剪刀 除非这些证据置人为迟入的 否则真令人难以理解 德拉特为何会有安娜·帕特的珠宝和所谓的凶器 在他的公寓中 他为何不在丢垃圾时至少处理掉泥凶器呢 在他的公寓中找到如此确凿的证据 似乎太过方便 但在真实的犯罪案件中 人的行为和动机往往不会像在理想的情景中 没要合乎逻辑 尹方仍在调查 吉拉特血迹斑斑的短裤是如何出现在酒楼的 据推测他可能仅仅是将其扔掉 这表明这个男人可能精神不正常 不过现存的证据已经足以对他构成强有力的指控 尹吉拉特是泰国军方的嫌疑成员 他将在军事法庭受审 侦探们已经将所有案件文件和工作 移交给了军事检查团队 他目前正在等待审判 如果被定罪可能面临死刑 虽然他坚决否认与犯罪有任何关系 但证据在如此充分的情况下 相信也难逃法网了 而他的女友未被指控 他的陈述可能被用来作为对吉拉特不利的证据 这起案件最可怜的是 安娜帕特只是在回家的路上 几乎没想到会在自己家中遭遇如此隐瞒的袭击 当时他的朋友们尽所能去确认他是否安全 如果他们能在听到他尖叫时立刻报警 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 警察可能及时赶到 叫救护车救他一命 随着案件尘埃落定 我们不禁反思 真正的安全不仅仅是四堵墙和一个门禁系统 安娜帕特用生命教诲我们 要时刻保持警觉 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平凡时刻 案件至此结束 如果你有更多想法 不妨评论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